大家好, 星加教室 大家好, 今天又到大家演習 今天煮什麼, 今天是早上煮的 秋冬天, 除了煮湯之外, 今天會煮糖水 今天煮什麼糖水, 今天會煮在Jasya Jasya 已經完全放下去了 泰國雜貨好, 裡面有雞心豆, 微豆, 櫻嘴豆 綠豆紅豆 馬克豆也有 買的吧 非常方便 十多元 買了一點芋頭 這塊芋頭買了8片 配椰汁 昨天煮咖喱 只剩下半罐椰汁,放入花奶 冬天是很滋潤的糖水 在外面吃了一碗渣茶,剩下有客气 这裏都是二三十元一大煲 看又怎样做,其实煲渣茶真的很容易 洗干净的豆浸一浸 先热煲,然后放在芋头一起煲 一边讲,一边做 先用水洗干净 煲这类型豆浸的头水,我习惯放入一块鱼皮 放入一块鱼皮一起煲 这样煲出来的糖水就会香 洗干净之后,用水浸 浸至过两个小时才煲 而且记得在这些包装渣茶里面 很多时候会附加一包西米 这包就不用这么快下来 那些豆煲到七八成暗 我才会放进去 这包装渣茶里面 不会粘在底,不会粘在一块鱼皮 这个是西米,我们迟一点 浸一浸 我待会煲完,和大家吃一碗鱼皮 好,正中了之后 我们可以开火煲 这包装渣茶里面 我们不要加太多水 我先预计,待会会有些芋头 有重量,有椰汁,花奶 让我把水给自己走 再预计那条素 我先煲一块鱼皮 在煲的时候,我们准备好芋头 买芋头很简单 拿芋头去 芋头是轻的 一扎下去就轻的 虽然有这么大件 但仍然不适合比例 觉得轻的 这个芋头已经是漂亮的 尤其是秋冬天气 芋头是零射粉的 这些粉的芋头 记住一定要轻的 如果不懂 叫菜党姐姐 像刚才的影片 我介绍过油堂 那些菜又漂亮,人又漂亮 那你就可以去找 姐姐帮你选一个漂亮芋头 那我来芋头炆鸡也可以 芋头蒸鸡也可以 最重点是一件事 芋头买回来 不要用水洗 拿一张厨房纸 抹干净它 刨皮 刨皮之后 整个 抹干净就可以了 不要碰水 碰了水 没有那么粉 而且手会痕的 如果真的 不幸好 有些人比较敏感 真的会痕的 那怎么办 那我开了一个炉 开了一个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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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高一点 看一看手 不要放下去烧 来高一点 手在这里看一看 在一些火的上 看一看 那手就不会痕的了 所以芋头 我们就不要碰到水 用干净的厨房纸 抹干净它就可以了 那些芋头 就抹干净了 那我们去切粒粒 切粒粒就可以了 那我们先把糖水 拿起来 它要滚了 因为它始终是蛋白质 那它有很多泡在这里 我把它倒干净了 那些泡 这样煮出来 那个煮出来 那个煮出来 才不太稳促 那些泡就盡量倒掉了 那在这里 我大概煮了现在有20分钟左右 那我就会加上芋头 和冰糖一起煮 那冰糖用了多少呢 就是一人二人 有些人喜欢甜点 有些人喜欢 没有那么甜的 那我就不太喜欢那么甜的 那我今天这个5公升煮 我大概就给了这么多冰糖 那你可以逐少逐少加下去 不够你才加 那不要一次过加下去 如果你不是很掌握到那份量的话 那我先放芋头下去 那芋头放了下去 那我先放冰糖下去 那尽量不要那么高 不要淡到那裡 保持厨房干净少少 好吗 抹厨房那个很辛苦 好吗 好 好 好 放入烤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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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已经放下去烤 好 好 在斜子里面 我手上吃了 好 好 用點心機 大概煮三十分鐘 這樣就完成了 看它的豆 現在已經有七八成 尤其是那些小粒 開始跟糖水 已經混為一體 雞心豆 都有七八成熟 這個時候 我真的要耐不耐時 就攪拌一下 因為芋頭的澱粉很重 很容易刺激 現在可以先加西米 西米又不是太多 少許 現在西米的作用 就是讓它更加黏稠的效果 然後再攪拌一下 再攪拌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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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是蛋白質分解出來的 再攪拌一下 再攪拌一下 這個渣渣在煮的時候 就準備好 那些椰汁和發奶 再攪拌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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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到嗎 一落西米之後 整鍋 就結了很多 黏稠了很多 所以西米就不要太攪拌 西米要怎樣 看到白色的一點點就是這些西米 最多它的芯都透明了 這些 這樣就完成了 大概十多分鐘 另外 花奶和椰汁 我都先倒出來 那為什麼要做這個動作 不直接在罐裡呢 我怕有時候 店舖的儲存 或者會不會有問題 你倒出來的碗裡 看看它才倒下去 否則 在罐裡倒出來 原來有問題 那你吃什麼都不能 那做事要穩陣一點 好 另外 糖的甜度 我就覺得足夠了 那我煲糖水 就習慣給少少少這些 給少少鹽下去 那為什麼呢 因為我經常覺得 甜和鹹 會有一個 衝擊在這裡 才好吃的 那你煲糖水 放一點點鹽下去 調一下 和一下 和一下 好像西瓜 西瓜有些鹽在這裡 西瓜都很甜 好 那我把一花奶放進去 先攪拌一下 先攪拌一下 那花奶 我們是拿去滑的 那椰汁呢 我們是拿去香 那變成又香又滑 那椰汁呢 是後落的 一滾起 可以了 我先下椰汁 因為椰汁滾得久了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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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味道呢 會散得很快 是不是 我都說要你 遇多少少少空間 如果兒子 如果是否就要死 要不然就很容易分成 一滾 好 那椰汁呢 都放在這裡了 這個很好味 甚麼 麻糬啊 渣渣 這樣完成了 希望大家也喜歡做這個 可以上碗吃 這個糖水可以熱吃 不要太稀 如果你冷吃 待會冷了 它會更稠 所以我們不用煮到現在 這個時候煮到這麼稠 要不然你冷凍了 它會像一坨糕一樣 那你要吃的 放在冰箱裡 要吃的麥骨碗出來 再燒熱去 或者隔水座再燒熱去 非常之正 好 炸炸就完成了 先煮一碗 一碗足料的馬來炸炸 這樣就完成了 希望大家也喜歡 接著那句 Bank Can You Can 真正 我做得到 你做得比我更加好 哇 一大煲 15元碗 哈哈 三四十元本錢 你跟我聊一下 我可以買多少碗 發達啦